台铁一列408次太鲁哥号 4月2号上午9点多 在花莲秀林乡和人段清水隧道前50公尺处 因为滑落工程车撞击 发生台铁近60年来最严重的意外 花莲教区在事件发生之后 要求各堂全面了解 并给予伤者亡者最大的协助 根据花莲教区秘书长林国璋表示 目前了解 有助理司机员江沛峰盛名本堵 以及在教友家庭长大的非教友 是在罹难民当当中 曾经黄热追逐大乘 这个车辆的铁道迷林勺勺 在事故发生前十分钟 在宜兰五塔站拍下了江沛峰最后的声音 事故发生后 助理司机员江沛峰的母亲 立刻请求家人首席 也是看着江沛峰长大的和万福神父前往协助 花莲教区主教座堂宋经案神父 在花莲殡仪馆确认遗体之后 和教友一起将江沛峰领回主教座堂旁的 花莲天主教文物馆安置 唐区的修女和教友轮流念经祈祷 江沛峰的入殓礼 4月6号上午8点 在花莲美轮主教座堂举行 9点举行殡葬礼 由道明慧和万福神父主礼 请为伤者亡者祈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